两车相撞 一人受伤 谁是事故的真凶 眼睛瞳孔 非常压抑的一种感觉 责任认定 肇事逃逸 当事人为何心存不满 怎么肇事逃逸呢 打车子又没动 案件最终结果如何 进去收看本期平安365 生死实诉 这里是江西省修水县304省到股市镇居委会鲁家龙路段 2015年7月17日 14时20分 一辆普通小型客车与一辆轻便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 导致摩托车司机受伤 接到报警后 120急救人员迅速赶到现场 把伤者松忙就进了白领镇卫生院进行抢救 与此同时 民警也赶到了事故现场 一辆摩托车倒在这个路的中间 由于他血气 一辆小型普通客车也停留在道路的中间附近 肇事车辆都遗留在现场 但却没有见到小型客车的司机 那么肇事司机去哪了呢 有人看到他的行踪了吗 事故路段聚集了大量的围观群众 民警随即对现场人员进行了初步的询问 在对周围的人问询中得知 伤者名叫丁燕玉 62岁 家就住在旁边的路口村 他就是驾驶这辆摩托车的司机 而小型客车的司机和车上乘坐人 则跟随120急救人员 陪同伤者一起去往了白领镇卫生院 送过来之后是一个处于昏迷状态 这个头部流血比较严重 是一个重度的流脑损伤 脑出血 伤者在医院做进一步的抢救治疗 而民警则在现场进行仔细的勘察工作 正当民警固定证据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一名男性 自称了解事故的真相 那么这个男子到底是谁 他又是如何知道事故经过的呢 名叫周爱明的 自称是这个小型客车的驾驶员 并把他的驾驶证 车辆的钥匙交给我们 原来由于伤者的伤势过重 鉴于当地医院医疗条件有限 周爱明在和伤者家属商量后 即刻将伤者转移休水县第二人民医院 进行进一步的抢救 在转院的途中 路过事发路段 周爱明看见事故现场的民警 便下车向民警投案 他对他造成这几事故功能不灰 中午出完饭以后 开了一个小车 车上存在着他儿子 还有他儿子的一个朋友 前方有一辆摩托车 与他相向而来 这个摩托车就跟他在中间进行刮叉 正当所有调查都在案部就班开展的时候 传来了一个噩耗 民警立即组织双方人员进行会谈 结伤死者安葬问题 然而这起看似平常的交通事故 却在此时令办案民警心生疯疑 案件看似简单正常 疑点却突然出现 证人证言严肆可奉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敬请收看本期平安365 生死时速 按照我们现在的规矩 他就是先去付三万块钱 死者安葬以后再付两万一起就是五万块钱 我们了解到赵氏司机 就已经先行支付了十万块钱的安葬费 赵氏司机过于积极支付超额的安葬费 并敦促对方家属对死者尽快安葬 对于这样违反常理的情况 警方感到有些奇怪 而在接下来的调节赔偿的过程中 双方对于赔偿金额的要求也相差甚远 一直未能达成协议 与此同时 死者家属突然有了一些异常的表现 死者家属呢 这个时候呢就有所议论了 好像对这个案件呢隐瞒了一些什么东西 为了搞清楚每一个细节 真实的还原事故真相 民警与死者家属进行了再一次详细的沟通 家人的几句话令办案民警大吃一惊 难道说事故发生的时候 周爱民并不在车上 可是警方在对周爱民的训问过程中 他一直坚称自己就是肇事刺激 对事故发生时车辆的运行方向 事故发生的形态 伤者倒地的位置以及事故车辆停放的位置 描述的都非常详细和准确 那么事故发生的时候 他到底站不在车上 他究竟是不是驾驶车辆的司机呢 警方对肇事车辆的另外两名乘坐人 也就是周爱民的儿子和他儿子的同学丁丁 也进行了询问 对丁某和他儿子的谈话当中 也能反映到这一点 是他们三个人同坐一辆车 他们三个人说的谈话内容 是相吻刻的 那么到底事情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民警带着疑问 在事故地点周边的村子里 进行了大量的走访询问 在对周爱民的询问中 他明确表示 事故发生的时候 他与儿子和儿子的同学三人同时在车上 而走访了解到的情况 目击者都表示 现场只看到了有两个年轻人从车上下来 并没有看到周爱民 那么到底是周爱民在说谎 还是老乡们都没有看清呢 事关重大 民警一方面调取了周爱民及其儿子的通话记录 进行查找分析 另一方面到周爱民居住地附近走访调查 看到那个就是在事故发生的那个时间 周爱民跟他儿子周某的频繁通话 这份通话清单令警方更加怀疑 据周爱民所说 事故发生时 他和儿子同在一辆车里 那么两个人既然在一起 为什么还会频繁打手机通电话呢 这时走访调查的民警 也获取到了重要的信息 你的很深夜 您知道屋里第一天有什么事吗 今天屋里发生了一个公仆史获 一直被117 到那个公仆史获 完全没了 我就向他 kre 然后ację 你在珍珠 自己的 在家人谁言 也就是说 在事故发生的时候 周爱明是单独一人 驾驶着农用车去了湖北 那么他又是如何能在同一时间 驾驶一辆小轿车 出现在了事故现场呢 带着这些疑点 民警对周爱明进行再一次的讯问 和儿子周某的这个通话清单 等等一些证据 拿到这个周爱明面前 让他来解释这个事故 然后这个周爱明呢 看到这些情况以后呢 不停地用手 扎头 一会儿眼睛通风 非常压抑的一种感觉 然后通过我们民警 进行法律方面的公司 最后这个周爱明 到处了这个交通事故的实情 原来周爱明家有两辆车 一辆农用车和一辆小轿车 事故发生当天 周爱明驾驶农用车 去临省购买汽车配件 正在跟人讨价还价的时候 儿子周某打来电话说 开车撞人了 周爱明慌忙驾车返回 周爱明在路过事故现场的时候 向民警自首说 是自己开的车 可是他为什么要隐瞒事情的真相 为儿子顶替犯罪事实呢 为了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 周爱明为儿子顶包 可是周爱明的儿子既然想开车 为什么不去考驾驶证呢 参加驾驶证考试 为何无法取得驾照 摩托车司机被撞身亡 怎会承担事故责任 今天收看本期平安365 生死实诉 周爱明的儿子周某 2014年因吸毒和非法持有毒品 被判刑7个月 2015年5月刑万释放 因而无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公安部的机动车驾驶证 申领和使用规定 吸食毒品 或者解决强制驾驶措施 未免三年的 不得申领驾驶证 周爱明的儿子周某 并没有取得驾驶证 那么他为什么要开车上路呢 你自己不知道 自己没驾驶本吗 嗯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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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当时让你把 问你爸给药车 你爸怎么说的 他没给 他没给 后来你怎么去的呢 他没给你 后来怎么去的呢 在家里找的钥匙 你就非得想自己开车去了 对 在采访中 周某表现出了一脸的叛逆 事实上 在事发当天 周爱明知道儿子并没有取得驾驶证 不让他开车出去 周某便自己在家里翻箱倒柜 找到了车钥匙 固执的开车上路 没有取得驾驶证 也就不具备开车上路的资格 无证驾驶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 是重大的交通安全隐患 无证驾驶的人员呢 没有经过系统的 捐练的配信号考核 缺买了相应的交通安全知识 必要的驾驶技能和安全驾驶的心理 一旦碰到紧急情况 难免的惊慌失措 手忙脚乱 引发事故 甚至的撤毁人亡 事故发生后 周爱明不但替儿子禀包 还约儿子的同学丁丁 晚上到家里捅一口径 丁丁碍于情面 答应了周爱明 为其做违证的要求 所以在面对交警问询的时候 他们三人所说的情况 完全吻合 由于周爱明的顶包行为 儿子周某因涉嫌交通肇事逃逸 已被刑事拘留 但是对于这样的结果 周爱明表示非常不理解 周爱明认为 儿子在发生事故后 并没有开车逃离 而是报了警 并对伤者进行了及时的救助 不应该算作逃逸 那么警方为何会认为 周某存在逃逸情节呢 事故发生以后的 逃离现场的行为 是逃逸行为 事故发生以后 找人冒名顶替 也是逃逸行为 其实不应该撒谎 是吧 不应该说是我还是吗 周爱明的儿子 今年22岁 没有工作 平时就靠父母养着 因为自己的任性 酿下了大错 对不起使者嘛 对不起我家人 最错的地方 不该开车啊 应该当时 应该自己承认吧 应该不叫家人那个嘛 丁燕月的离世给家人带来了巨大的伤痛 他一生贫苦 但却勤勤恳恳 做木工活 养活全家老小 事发当天 他就是用打林工赚来的钱 去买一只鸽子 想去送给住在邻村的孙子吃 没想到在路上发生了意外 孙子再也吃不到爷爷买的东西了 丁燕月的意外离去 让家人无法接受 但在对事故的调查过程当中 民警发现 摩托车驾驶员也存在着过错 他没有驾驶证 属于无证驾驶 并且在骑车上路的时候 没有佩戴安全头盔 他平时出门都是骑车吗 都是骑车子 那他没有去考个本啊 没有 没有 在当地的村子里 摩托车是最便捷的交通工具 买辆车就骑着上路 在人们看来是很正常的事情 然而不考取驾照 不带安全头盔 却是造成危险的最大隐患 然后开车的人啊 一定要慢一点 不要抢那么一刹那的时间 然后不要照着 尽量少照着交通死故 还有没有驾驶证的人 就不要去开车了 正是对自己不负责 对别人也是不负责的 这些事故当中啊 朱某呢 假如没有冒名顶替这个情节的话 他只承担同等的事故责任 因此呢 只要承担相应的经历责任 不要承担这个刑事责任的需求 由于肇事司机的逃逸 属于法定的加重情节 在事故中负主要责任 除了需要承担民事赔偿 还将面临着刑事责任的判决 因为爱子心切 因为想要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 周爱明为儿子顶罪 令儿子构成了交通肇事逃逸的行为 因此构成了交通肇事罪 可以说 是周爱明一手将儿子送进了铁窗 自己也将面临法律的严惩 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对本企事故作出责任认定 周某无证驾驶 肇事逃逸 负本企事故的主要责任 丁燕月无证驾驶未经登记的机动车 驾驶摩托车时 未带安全头盔 负本企事故的次要责任 目前此案已移交法院审理 同时对于周爱明的顶包行为 以及事故同车人员的包庇行为 以做另案处理 法律是公正的 也是无情的 法律是尊重事实的 容不得半点虚假 不想让儿子坐牢 父亲替儿顶罪 本是出于爱儿子 保护儿子 最后却将自己的儿子 亲手送进了铁窗 而自己也将面临法律的严惩 无证驾驶不带头盔 骑摩托车上路 这是拿生命在做赌博 赌赢一次算是侥幸 赌输一次 则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尊重生命 尊重法律 尊重每一位在路上的人 才能赢得一生的平安 2016年4月2日中午12时 在雇荣高速公路 一辆奔驰车与一辆奥迪车相撞 奔驰车发生侧判 奥迪车被撞失控后 又撞上了一辆正常行驶的皇冠轿车 事故原因是由于前方的奥迪轿车 在没有打转向灯的情况下突然变到 奥迪车车主负本企事故的主要责任 而后方的奔驰车车主 在行车过程中玩手机输赢观察 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平安365提醒您 路上开车便到前要打转向灯 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再进行变更车道 驾驶过程中 要注意观察路面情况 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 不得做分散注意力 影响驾驶的行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